大家好,朱春奴 國慶黃金週假期頭三日訪澳旅客量超過9萬人次 當眾內地旅客當然佔了九成多 可能看了朱朱春奴的影片 有投行立即發表報告 預計黃金週日均客量會有3萬3千人次 而10月份的賭收可能達到62至70億元 摩根大通發表研究報告指澳門9月博彩總收入是29.6億元 日均收入大約9900萬 只是相當於疫情前的13% 不過他們說市場上更關注澳門恢復自由行電子簽註和團隊友的進展 該行則認為市場開始審視12月的復甦部分 預計12月的中場賭收將會回復至疫情前的四成半至五成 總賭收將會是日均2億至2億半 包括貴賓廳業務日均賭收會有1億至1億半 這樣將會利好大部分博彩營運商 並預期他們取得正義必達 不過澳博就除外 摩根說維持金沙中國為行業首選 因為該公司擁有良好組合穩定性和上行潛力 其次看好永利澳門和銀河娛樂 最看淡就是澳博控股880 花旗發表報告指澳門10月博彩總收入 預測70億相當樂觀 即大約是2019年10月的26%左右 該行維持對澳門博彩業正面的看法 首選是銀魚和金沙中國 這些都是大熱門 至於美銀發表報告指 9月30日房澳旅客超過3萬人 酒店入住率預料有七成 估計黃金州日均旅客可達3萬3千人 這多樂觀 不過未必可以 而隨著市況復甦 將會帶動10月賭收回升至62億元 至於六大博企股價今日個別發展 金沙中國微升1.3%報19.96% 奧博控股亦微升一仙報2.9毫半 銀魚比高梅中國永利和新豪跌跌不跌 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未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